那我針對剛剛那個佳宏問的問題 我才會說明一下 因為我之前有教各位一個第四個單元裡面的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那這個爬蟲範例蠻好用的 也就以後如果你要抓取的是 某些網頁上面的那個表格資料的話 如果你想要抓的是 這個爬蟲還蠻方便 就是說只要以Sale裡面都可以用 如果你現在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是我們會從網路上撈資料 那當然你撈資料假設用圖法鏈剛剛複製貼上 是也可以達到目的 只是說很浪費時間 如果你表格很多的話 剛剛那個佳宏有問的一個蠻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這邊webtable是等於5 我教各位以後如果說你要抓某個網頁 哪一個表格的話 首先你就變更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實際上就是 上面這個網址嘛 OK第一個 所以有點像你可以套一個範本 那第二個就是修改這個網頁裡面的第5個 第5個表格 那你怎麼知道 這個 我把我的畫面分享給你們 那我把我的畫面分享給你們 所以 這邊我 分享 等一下 它的功能好像 共用 這邊有找到了OK 然後把整個整個畫面 OK 把它分享給大家 好 有 等一下 應該有看到了吧 就是 好 然後 我剛剛提到的就是 我有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 這個資料 那 裡面的話最重要是這個webtable 等於5 為什麼等於5 其實我有一個簡單的 方法 可以知道說到底是第幾個 不過這個當然是我自己 抓網頁的一個經驗 那我教大家有這個技巧 首先的話 第一個 就是要 因為這個網頁本身背後他是一個 HTML的這個原始碼 所以一般習慣是按右鍵 你如果在這個畫面按右鍵當然這邊有個檢視原始碼 OK 那這個原始碼指的就是說 這個網頁背後 他的所有的程式 是長這樣 OK 那我們 其實有個方法 如果我想知道說這個 表格 這個 這個網頁裡面有幾個表格的話 那可以用尋找 一般是Ctrl加F 那Ctrl加F 你就可以輸入 表格的話就是table Table Table標籤各位可以看到 他這個時候就跟你講說這個網頁裡面 有這個Table關鍵字裡面總共有12個 那目前的位置在第1個 不過我是建議你可以在Table前面再加一個 這個小於符號 為什麼因為這個小於符號實際上 指的就是這個標籤 這個標籤指的就是網頁裡面 4表格的開頭 OK 但如果你沒有加這個小於符號的話 也可以找得到 不過你會發現找到的數量就不一樣了 有沒有 這個地方剛剛如果沒有加小於符號是12個 加了小於符號之後變6個 因為其實還有很多 他不是標籤 可是也叫Table的東西 也會被找到 那 我為什麼會知道是 第5個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一直往下找 實際上 到第5個的時候 實際上這個第5個 就是我們表格的位置 OK 有沒有 那怎麼知道是表格位置 這邊的話 你看這個是一個表格 TR的話就是 一列 一列的開頭 一列的結束 裡面的儲存就是TDR 當然這個是 HTMLU法 如果你沒有學過網頁 的話可能會比較吃力一點 那如果你有學過網頁你應該會比較輕鬆 所以這個方法一 你可以 這個網頁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這個原始碼 然後就可以看到這個原始碼 你用Ctrl加F去尋找 不過這個方法我覺得對 你假設完全沒有學過那個網頁成始碼的人 可能會比較吃力一點 所以我教方法二 方法二就是 第一步不一樣而已啦 後面的方法 其實都一樣 一般習慣是找到這個 你要找的表格 的左上角的位置 比如說日期 按右鍵 關鍵地方 剛剛是檢視原始碼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不要檢視原始碼 我們用檢查 OK差別在這裡而已 檢查的時候 他就不會把那個原始碼全部秀出來 他只有秀什麼 秀你現在 這一個 你指的這個儲存格的位置 他其實會用那個 這邊會顯示說 你的這個是一個TD 就是一個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放在這裡面 你會往上抓 這個 這邊有一個table table裡面的TBody TR TR就一列 但你儲標放上面 他一樣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指的標籤 是什麼東西 那我怎麼知道 主要是 我要知道說 到底 這個 這個 table是 第幾個 這個網頁裡面的 第幾個表格 如果我知道第五個的話 那我將來就在那個地方輸入5就好了 所以我的習慣是這樣啦 我一樣 在這個地方 跟方法跟剛剛一樣 Ctrl加F CtrlF 實際上也是尋找 尋找的東西也是一樣 我就尋找什麼 因為我知道說這個 這個到底是第幾個 那我就 在這裡一樣輸入一個小於符號 然後打一個table OK table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 一樣 第幾個 目前停的是第1個 裡面有幾個 好那這個時候 我的習慣是往下找 各位可以看到 關鍵的地方來了 他如果一邊跳 跳這邊的話 第幾個也會跳 目前下一個 那各位順便觀察一下 他也會跳 跳這邊 也就是這個地方對應的是哪個位置 各位可以看一下 往下 其實關鍵的地方 就是這個 再往下跳 各位有沒有發現 第3個的話呢 就指的是整個畫面 第4個 第4個就指的是上面這一塊 其實他就一個表格 第5個的話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告訴你 第5個喔 第5個 他指的就是 一個表格 所以以後的話呢 我從這個方式 我就可以知道說 將來我填這5就OK了 所以 這個方法是我自己 平常的經驗 所以 假如說 你們以後遇到類似的狀況 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我是覺得這個方法應該是 對於 就是你不會往 因為你爬蟲 假如說你要學得很精的話 恐怕還是 稍微還是需要學一點HTML是什麼 但如果你還沒有那麼多時間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OK 所以我重點再講一次 1 找到這個網頁裡面 你要找的table位置 的左上角 2按右鍵檢查 然後3的話呢 你就看一下 你現在這個位置 是在 這個TD是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往上 就是這個 那這個是在第幾個 我用Ctrl加F 關鍵就Ctrl加F 然後把 這個地方輸入一個小於符號 再打一個table 然後他一跳 這個網頁裡面總共會有幾個 幾個表格 這個表格不是說真的網頁裡面真的表格 他有時候是拿來做排版 OK 所以我們知道第幾個你可以往下 這個是第二個 所以你可以一邊點的話 一邊看一下 左邊的地方 他也會秀出你現在第幾個 第四個是上面那一塊 第五個是這個 第六個的話呢 就是下面這一塊 第七個的話呢 當然就追 第七個好像就跑到上面來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找到你要的表格 然後 把哪個table的 這個 這個位置 數字把它填上去 那個網頁 裡面的那個表格 就會被抓到我們 Essale裡面 這個算是最基礎的 一種抓 網頁上面的資料的最簡單方法 OK 應該 了解這個意思吧 OK 了解 OKOK 好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那當然 這個有些地方其實真的是細節還蠻多的啦 有些細節我可能沒講到 雲端白板上面有一些資料 可以再 再參考一下 或者 可以把那個 就是影片再稍微看一下 如果有問題 那也可以再把它提出來 那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大概幾個重點 上個禮拜其實 我們主要是講 應該是 兩個範例 一個是 萬年曆 的部分 萬年曆的話我們是 做出 本來是縱向 改成橫向的 這應該也是那個 同學問的問題 OK 那我們基本上 就是 把這個東西做出 裡面的話當然有 幾個方法啦 我上禮拜講 講過用 如果用那個Essale 裡面的函數的話 那至少會用到 蠻多個 第一個的話叫Column Column指的是什麼 哪一欄 數字 所以不是 ABCD 是1234 然後Raw Raw的話是決定它是 哪一列 我們 因為每一列 下一個數字的話 就是要加7的倍數 下一個下一個都加7的倍數 所以我們可以用Raw來 來做處理 然後串起來之後的話就可以產生一個數字表格 並且知道說 它的那個開頭 的那個位置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知道 這個月的結束日 就可以把一個萬年曆給做出來 這個是上個禮拜 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還有就是那個 我們另外講了一個人事分欄 裡面比較重要的是 用Viro函數 配合什麼呢 配合這個 就是所謂的定義名稱 定義名稱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指的是某個範圍 我再看一下 剛剛好像有一個 跳一個錯誤訊息 OK 那 另外的話順便講一下 Viro函數很常會配合所謂的那個 名稱 這個名稱部分 因為我們這一題 是前面就已經有 幫各位設定好了 你可以從公式裡面名稱管理員 看到 就是有一些名稱 對應到的 範圍的話 基本上 這個名稱 深等 對應到的就是下面這個範圍 當然這個範圍如果你要修改也可以啦 你這邊可以 修改完之後打個勾 他就 幫你把範圍變更 那你如果游標放在這個下面範圍 他會幫你選起來 這一個 名稱 就指的是 這一個範圍 哪個範圍 就是 深等這個工作表裡面的這個範圍 從A2 一直到 B5的範圍 A2到B5 那 這個當然就是兩個欄位啦 1跟2 那B5的範圍 那B5的範圍 一定是查第一欄 他不可能是查到第二欄 然後要把什麼資料帶回來的話 那你就再輸入什麼 輸入2 那就資料就帶回來 所以上禮拜 我們分別就是把這 4個 這個工作表 分別完成 但是 理論上如果說你要4個 等於是你要做4次啦 那 最後的話其實我們是 先把住磚做好 OK 第1步 第2步的話呢 再利用VBA 那VBA做什麼呢 我先把它清除掉 清除的話呢 實際上 就是把 4個工作表的資料通通清空 OK 實際上跑的方法其實主要就是什麼 4i等於第3列到最下面 用追蹤的 所以這個問追蹤很重要 然後呢 讓他切下一個 切下一個 切下一個 做什麼呢 分別把 B到N 只要黃色區域的資料 通通清除 所以清除的話 我們上禮拜有講到 就是 主要是寫中間這一段 那當然你練習的時候你可以先 只做 做一個工作表 就是 住磚的部分 所以4i 等於 第3列 到最下面 這個其實可以當個範本 然後呢 底下就是next 中間的話呢 因為總共有5個欄位 哪5個欄位呢 實際上你可以看到 b cd e klm 那你其實很簡單啦 就是有點像填空 把這些位置 填到後面加一個 空字串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可以把資料給清空 然後呢 再來我們實際上就是把 公式分別再填上去 OK 那當然你也一樣啦 就是說 如果要把 剛剛的那個部分填上去 中間這一段一樣可以把它複製 分別把公式 放進來 那前面我們講過 再把中間呢 他會變動的 列 改成i 這個做法跟前面一樣 那 比較不一樣 的地方就是跨工作表 因為我們現在有4個工作表 所以呢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可不可以 這個做完了 換下一個 那換再換下一個 基本上呢 做的事情基本上都一樣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他的總列數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假設把游標放A3 Ctrl向下 現在抓到的是40 可是0組的話 如果Ctrl向下的話 他是101 所以每 假設 這個工作表剛好一個狀況 就是說 他的那個 最 後的列數 不一樣 但是 其他的規則都一樣 其實這個還蠻常見的啦 因為很多時候 比如說 學校單位好了 不同班級 一定是人數不一樣 不可能人數都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是藉由一個 向下追蹤 讓他去追到 最下面的部分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我要切到別的工作表的話 這個時候特別重要 切過去的話 我上禮拜講過 就是 第一個你需要知道有一個物件 叫SHITS SHITS哪一個 裡面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是1的話 那就是切到第一個 如果S是1的話 那就是住專 如果是2的話呢 就0組 依次類推 那我們外面可以再包一個 外回圈 那回圈的那個變數名稱 我給他取一個叫S S等於1 等於1到4 就是 第一個工作表 到第四個工作表 然後幫我切過去喔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是住專 然後再來就是 依次類推 0組 然後呢 跑完一個之後 做完同樣的事情 再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OK 所以呢 同樣的道理啦 上面這個程式 寫完之後 你把它複製貼過來 他一樣可以work OK 所以 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不過上禮拜有個地方 也是關鍵 就是說 那個什麼呢 那個 RANK 或者RANK.EQ 他最後面這個R 會變動 如果你這個R沒有變動的話 那會發生錯誤 這上禮拜有講到 所以細節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再 把它稍微複習一下 所以最後做出來 他會切回來 清除 OK 然後清除完之後 他最後一個一個一個做完之後 再切回去 OK 有沒有 然後 考評 一個一個 一個的 OK 但是不過這裡 可能大家要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清除 這也是大家很多同學在問的啦 老師為什麼清除感覺好像 很慢 就是說 為什麼這邊呢 他光跑一個清除 他要花這麼久的時間 他要花這麼久的時間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現在是 一個工作表 一個工作表的去 塞 那個 空置串 給他 所以喔 如果說假釋啦 有同學可能會問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不要 這麼慢 那如果你不需要這麼慢的話 其實有幾個方法 可以加快速度 什麼方法 就是喔 你把那個清除部分 這個地方 改成範圍 也就是不要Sales 用Range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改 請各位試著把這邊稍微複習一下 那我們就把這一題 再延伸講完 講完之後待會我們再來看其他的練習題好了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好像有一個同學加進來 好 然後把這個畫面再 先切一下 OK 各位試一下